心灵丸岛 忙碌了一天 此刻你需要心灵的休息与沉淀 心灵丸岛是你心灵的加油站 为你加油 为你充电 亲爱的朋友 平安陪伴你在空中的家家 在这里向你问好 节目一开始呢 先让我们来欣赏这首爵士的小喇叭演奏 Oh, Change My Heart, Oh God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夜晚的时刻欣赏爵士的演奏 是不是也带给你在此刻有比较放松的心情呢 今天在心灵丸岛的心灵放轻松的单元中 一样要继续和你分享由施以诺一诗所写的小品文 不知道朋友你从小到大一路念书的过程 或者是你有学习其他的才艺 在这些学习过程当中是否都平顺呢 又或者你在学习的过程当中 好比说成绩好了 常常努力了 但是却得不到预期的成绩而感到沮丧 那么通常这样的情况的时候 你是不是会对自己继续有信心呢 还是会因着一些老师或者是长辈 他们觉得一个学生没有办法把书读好 成绩考高点就是不好的学生这样的一个标签 而让自己的自信心全部丧失了呢 今天呢 这家就要透过施以诺一诗所写的这篇 《优质的坏学生》这篇短文的内容来与你分享 听到这或许你会想 坏学生怎么会优质呢 一段约后就让我们来听听这则故事 优质的坏学生 曾经到一所大学演讲 那是一所不算大的学校 人数不多 该校的心理辅导组长 在接待我时跟我聊了一下 他主动地对我说 施老师 您知道吗 我们校内有许多学生的成绩 虽不太好 事实上 他们可能从小的治愈成绩都不怎么好 但却非常热心善良 那些学生真的好可爱 看着他描述学生时说话的欣喜表情 我可以感觉到他心中的那份荣幸与珍惜 我自己在大学教书 从小长大的朋友群里 也有一些在担任中小学的老师 有时大家聊一聊后 我真的觉得 一个学生的优与劣 实在很难判定 在我们周遭确实有不少 优质的坏学生 有不少学生虽然在学成绩不算太好 但他们的人品态度却非常好 非常的优质 这种人我均称之为 优质的坏学生 这让我想起了天下文化 一本名为品格决胜负的书 当中说明品格的重要性 并强调在高等教育泛滥的时代 学历已不再是一切 未来品格将是决定一个人 能否有成就的关键因素之一 想想 还真有那么点道理 回想我过去的同学中 那些现今在社会上 较有成就者 当年在班上不一定名列前茅 但却有相当的比例 是在班上人品好 态度佳的 我始终相信 一个人只要品格好 态度佳 将来必能有一番作为 而一个品格不好的人 就算争出头了 也必会因操守的问题 而重重半叠 功败垂成 如果您身旁或亲友中 有那种成绩掉车尾的坏学生 只成绩坏 没关系 就算成绩一时拉不起来 也要帮助他做一个 优质的坏学生 为他塑造优质的人品和态度 因为品格决质 因为品格决胜负 只要品格好 将来一样大有可为 大有翻转的机会 是的 亲爱的朋友 相信你一定听过 态度 今天一个人 无论他的IQ有多高 如果他不是一个 好的情绪管理者 那么相信他今天 不论是到多好的公司 或者是跟什么样的大师学习 想必到后来 都会是不欢而散 而自己呢 也会郁郁寡欢 我们人活在这个世界上 绝对不可能终身 只当一个独居动物 一定需要接触许多的人 因此品格决定了一切 而这品格带出来的 也是一个人的生活态度 盼望透过今天 在空中和你分享的 这篇小短文 能够鼓励你 如果你一直以来 都为着自己的学习成绩 感到非常的挫败 灰心 千万不要因为这样 就否定了自己 别忘了 更重要的是 你在学习过程当中的 态度 才是最重要的 今晚节目进行到这 也接近尾声了 最后 家家在空中和你分享的 这首歌曲是来自 约书雅乐团所演唱的 我有喜乐 希望透过这首轻快的歌曲 能够带给你一颗喜乐的心 那么我们就下回同时间 心里玩到空中再相见咯 我感觉就在这里 我心充满了能力 要告据住生命 听见生命的声音 如风吹进我的心 我灵已被更新 生命已被复兴 祝你安高在运行 我感觉就在这里 我心充满了能力 要告据住生命 听见生命的声音 如风吹进我的心 我灵已被更新 我灵已被更新 生命已被复兴 我有喜乐 我有平安的心 你生命 每天充满我 自给了我信心 我的生命 充满了美是绿 主力是组 你的花语 是放我心 只能够在运行 我感觉就在这里 我心充满了能力 要告据住生命 听见生命 听见生命的声音 如风吹进我的心 我灵已被更新 生命已被复兴 我又醒了 我有平安的心 你生命 每天充满我 自给了我信心 我的生命 充满了美是绿 主力是组 你的花语 是放我心 我又醒了 我有平安的心 你生命 每天充满我 心灵丸岛 祝福你 天天经历神 步步与主同行 就是 因为 糊涎 你 你 你